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吃货美女下饭篇 合格子酒第四季第十集 村奇合格子,女26岁 爱美食好喝酒,在一家手机营销部门工作 这天五点下班,合格子和同事们又结束了平凡而无聊的一天 也没发生什么新鲜事 大家都喊着日子太无聊了 而合格子觉得无聊的日子里 没必要吃什么山珍海味 就随便喝一杯就好了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家门脸颇显古老的食堂 朝里望去,见很多客人在里面舒适的喝酒聊天 老板娘招呼偷窥的他进来坐 于是他就高兴的走了进去 看到墙上挂着一粒简朴的菜单 价格也合适 老板娘让他随便坐 说这里可以拼桌坐 合格子找了个位置坐下 先要了一瓶啤酒 抬头看到前面橱窗里摆放着好多菜品 上面写着东京都指定民生食堂 他走过去挑选 各种鱼和各种蔬菜看上去都很好吃 他犹豫是吃酱汁青花鱼 还是吃青煮青花鱼 最后还是选择了口味清淡的青煮青花鱼 老板娘将青煮青花鱼放到微波炉里加热 而合格子趁这功夫倒了杯啤酒 爽爽的喝了一口 很快青煮青花鱼端了上来 这一大块厚厚的鱼肉 看上去就有口感 合格子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然后用筷子夹起一大块鱼肉 那肉果然够此事 他立刻松进嘴里嚼起来 鱼肉混合略带鲜甜的汤汁 分外鲜美 他吃美了端起啤酒来喝了一大口 感觉身心愉悦 接着他又夹起鱼肚子上的肉吃起来 带着脂肪的鱼肚子肉 软软的非常香 他端起啤酒来一口干掉 照这喝酒速度 这条鱼能配五瓶啤酒 此时老板娘端着酱汁过来 帮他在鱼身上淋了一勺浓浓的酱汁 和格子兴奋的夹起一块鱼肉 蘸了酱汁 甜辣味的酱汁和鲜美的青花鱼很搭 接着他夹起鱼肚子肉 使劲蘸了酱汁 送进嘴里品尝 鱼的脂肪的味道特别香 他立刻配了一大口啤酒 让自己爽爽的 最后果然是啤酒先喝完了 他又举手要了一杯常温的日本清酒 但酒有了 菜又不够了 所以他又跑到橱窗那里 仔细搜寻下酒菜 突然他看到了醋拌章鱼 这给配日本清酒可是不错 于是他就跟老板点了个醋拌章鱼 很快老板娘把醋拌章鱼和日本清酒端了上来 给和格子倒了一杯 他先加起醋拌章鱼里的烟黄瓜片 送进嘴里嚼 咯吱咯吱的很有口感 接着再加起一块章鱼肉送进嘴里嚼 章鱼的口感很筋道 也很鲜美 满嘴都是章鱼的鲜味 他筋不住端起清酒来喝了一口 醋拌的酸味和酒精的圆润碰撞在一起 那化学反应产生的舒爽感 无与伦比 接着他又加起黄瓜片和章鱼块 一起送进嘴里嚼 感觉这个醋拌章鱼里 加了某种蜜汁酱汁 特别有滋味 看来这道菜可不简单 此时又有客人进来吃饭 壮实的客人点了米饭和大酱汤 另一位要了两条烤鲜鱼 后面只有老板娘一个人 所以他很忙碌 而和格子一口菜一口酒的 喝得很惬意 这天领导对大家说 小魏从这个月开始要休产假了 小魏请大家多多关照 然后他就将自己的工作 交代给了和格子和小白 他俩摸着小魏的大肚子 感觉手感特好 小魏说他已经找好了乡下的接生婆 说自己就是那位接生婆接生的 说那位老婆婆年纪很大了 但身体很健康 小魏认为自己很快乐健康 都是脱了那位接生婆的福 所以他也想让自己的孩子 那么快乐健康 他说古老的事物都不容小觑 走在去喝酒的路上 和格子看到两个年轻人 正在遗憾 一家豆腐店不干了 说那家的豆腐醇厚甘甜 以后就只能去超市 买那种工厂豆腐了 和格子也体会到了 一样古老的东西消失了的那种遗憾感 于是他禁不住 又走到了那家门脸很古旧的大众食堂 这家食堂也算是一个古老的事物 走进店去 老板娘让他随便做 他看到菜柜里有秋刀鱼 闪闪发亮很漂亮 果然是到了吃秋刀鱼的季节了 于是他跟老板娘要了盐烤秋刀鱼 还有常温清酒 老板娘说如果和格子不着急 他可以现烤一条 刚烤好的更好吃 和格子欣然同意 在秋刀鱼上撒一把盐 然后放在烤网上进炉子烤 很快秋刀鱼的表皮竟然冒泡了 油脂细细的渗出 鱼皮烤成半焦后 就算烤好了 老板娘给和格子端了上去 并给他倒了一杯清酒 和格子仔细观瞧那条秋刀鱼 烤得脆脆的鱼皮 分外诱人 看着就有食欲 他先在萝卜泥上撒上酱油 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然后用筷子使劲加了一大块鱼肉 白嫩的鱼肉相当的给力 他送进嘴里品尝 鱼肉热乎又松软 分外的好吃 接着他把萝卜泥放到鱼皮上 一起送进嘴里 同样一等一的好吃 嘴里的鱼香泛滥之时 他端起清酒来喝了一口 立刻又达到了舒爽的境界 接着他就把秋刀鱼的肚子打开 夹出里面的肝脏 送进嘴里品味 味道有点苦 也有点咸 但越嚼越香 别有一番滋味 他又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口 又一次被自己爽到了 他看到旁边的老大爷 也在吃着盐烤秋刀鱼 让他感觉这家店的老朋友真是不少 果然是一家老店没错 接着他就把鱼的大刺给剃除掉 开始吃另一面的鱼肉 他夹起一大块鱼肉 送进嘴里细细品味 越吃越好吃 他以前不爱吃鱼 但现在越吃越爱吃 但是没有酒就不爱吃鱼 你这不是爱吃鱼 你这就是爱喝酒 何鸽子心满意足的 吃光了所有鱼肉 吃完喊老板娘结账 老板娘出来一看 吃的比舔的都干净 老板娘很高兴 让旁边的老大爷 学习何鸽子的吃法 老大爷说 老板娘真啰嗦 说他吃秋刀鱼 就是要配啤酒 吃青花鱼要配清酒 让老板娘再给他 来一条青花鱼 和一杯清酒 老大爷问何鸽子 是不是昨天也来了 问他喜不喜欢这里 何鸽子说 他很喜欢在这种 古老的食堂喝酒 老大爷高兴的说 虽然有点脏 但不要小瞧古老的东西 哪知老板娘出来唠叨说 你家才脏呢 老大爷说 你耳朵还真好使 从店里出来 何鸽子忠心希望 这家开了快80年的老店 一直都在 他会常来拜访 本集中 新店可以卖氛围 老店必须有老味 凡是存在了很久的东西 必定有他的拿手好戏 凡是存在了很久的陋习 必定是底层逻辑 出了问题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孤独白下次见 有猴 脏 穷 穷 穷